从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布的新画面可以看到 中国海警5203舰就在前方对菲律宾的船只步步逼近 中国海警5203舰与菲律宾的补给船 22号上午6点多再度在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爆发碰撞冲突 虽然中方当天率先公布画面 指控菲律宾无视警告才会导致轻微的碰撞 但23号菲律宾也公布了空拍以及飞方视角的画面 反批示中国海警的危险拦截举动侵犯非国主权 菲律宾炮轰中国海警船危险挑衅导致双方的船只相撞 这也让中飞在南海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东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